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完了山火的过程中 昨天应该是前天到昨天 开始对这个纽约 就美国的东北部产生了巨大影响 纽约州 纽约市 新泽西 华盛顿DC 整个那一片 全都在紫色的那种烟雾之中 那据说叫什么PM2.5对吧 PM2.5 罗家辉 罗家是叫罗家辉 当初引入中国的 他高达450几 高达450几 应该是创造了纽约州的历史 所以纽约市本身 他就在昨天的时候要求 关闭了所有学校 白老会的演出也取消了 然后应该是球赛也取消了 推迟了 今天应该球赛依然在推时 赛马全都结束 所有时外的活动都结束了 应该是创造了 创造了这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一个 一个污染的历史 那个昨天那个照片非常可怕 基本都是橘黄色的 然后他讲说 你闻起来都是那种硫磺味 就是烧焦的硫磺味 那他讲述概念的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 是一个卫星的天空的云图 贴这个图的人呢 是个中人 是个中人 然后他就讲述 他说有点太可怕 因为他是山火野火来的 这个野火呢 在他的技术当中 可以看到他是突然的同时间 几乎在同时间 在山区的不同地方 骤然而起火的 这个他就讲的可怕意思 就是说 是有什么人下达命令 到底为什么这么来烧火 现在人信神的 这个信天意的基点太低了 说句心理话太低了 所以人与人之间 又根本谁也不相信谁 所以这就说 一切都是以阴谋论 诡辩论的方式来出现 那阴谋论的东西呢 只会使人变得更加的阴暗 内心变得阴暗 那出于自己某些原因目的 人们会去探讨这个究竟 但他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他讲述大概 网上一种说法就是说 这是被人故意点火 那故意点火放 那为什么要放火呢 然后他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我可以佐证 在当年川普的年代 当年川普的年代 在加州就出现了山火 非常大的山火 而且连续出现了 那其中有山火是人放 被人说人抓住了 人放了 这故事就当时是这么讲的 而且有些东西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是这么一个前后 左政的关系 在讲这次火呢 这次火灾本身呢 也是人放的 大概是这么说法 我自己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看比较悲剧了 说起心里话 我个人觉得比较悲剧了 我个人只是感觉到 在五月中旬之后 很多事情就爆发了 很多事情爆发 而且是一种失控的场面 我个人觉得 你要从失控的场面角度 去理解去看待的 我个人觉得更有 就是会更有趣一点 它失控的场面的本身呢 就是是指人的层面高 但是从另外一面呢 似乎又展现真相 比较典型的失控的场面 就是AI产品 这是人造 然后人出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 包括AI的这些大佬们 甭管它是教父一级的 还是神父一级的 甭管它是什么一级的 他们自己也承认失控 就是不知道未来会什么 没有人 你现在没有人知道说 在差GPT在衍生的过程中 现在衍生到哪个程度 没有 但人们都在竞相着使用 而几个大的AI的公司 包括谷歌 包括这个谷歌 包括苹果 那竞相在把他们所推崇的AI产品 直接植入到它广泛 正在广泛被人们使用的产品当中 你现在用谷歌搜引的话 就是很多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控的场面 那这种天灾呢 也是一种失控的场面 所以我愿把它解读成失控 人要说是人放 我坦白跟你说 就是人放才是失控 它是失控 它表现出来的 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而且 而且我给我的感触是这样 就是人们面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 怎么说呢 我只能就这么说 你可以看到它的无奈 那这份无奈的本身在表示着现实的故事 这是今天上午的场面 这是英国的美食电讯 这已经好了很多了 最厉害的是在昨天 所以这是今天上午的场面 在纽约州 在华盛顿DC 在新泽西 还有人出来跑步啊什么 这个都有 但是氛围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那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说句实在话 我以为2023年后半年 大家会看到 就是普遍的人们会看到一些 惩罚式的东西 这种惩罚式的东西就是 人们没有办法 只能承受 只能面对 只能承受 我说句心里话 我们看不到任何 看不到任何一种机会 我们昨天在节目中 介绍了这个瞎眼婆婆的故事 在介绍瞎眼婆婆故事的时候 谈到了诺查丹玛斯的语言 但我昨天主要是讲这个 昨天主要是讲瞎眼婆婆 那我这里想跟大家讲 这个诺查丹玛斯 这篇内容也是纽约的 纽约邮报登的 它其实是去年 去年12月份登的 他认为呢 他这里提到反基督的到来 第三次大战跟君主制的死亡 第三次大战 其实是我们昨天跟大家放在了 就是这种核试验出现问题的 出现问题的说法 那君主制的死亡呢 他就讲说应该是英国出状况 我们说不好 我其实在我个人眼睛里 如果你把诺查丹玛斯讲的对的话 君主制的死亡应该是 查尔斯三世的登基 代表着曾经的大英帝国的衰亡 我觉得这么看是对的 查尔斯三世的登基 代表着曾经的大英帝国的君主制的灭亡 因为人们所熟悉的英国女王的大英帝国 没有了 但对于查尔斯三世来讲 大家普遍概念就说 OK 是他自个儿的故事 就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没有了 他根本没办法跟自己的母亲有所对比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没什么了 我个人觉得就没什么了 但是他谈到了 他谈到了这个 他谈到了另外两个 就是在这儿呢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加农货 这个比特币 以及这个通货膨胀 这是他去年的预言 去年的预言其实全对了 对不对 你看看人工智能这是失控的 他真正去年的人工智能 差GPT是12月份出来的 没错了 那比特币其实是在通货膨胀 今年年初初骤然起来的 那通货膨胀就不用讲了 所以其实是诺查尔斯三世成功的预言了 2022年之后 然后他谈到2023年 全球变暖 不好说 这个现在你还看 我个人觉得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过去的冬天 就是2022到2023 这个冬天 是非常暖的 真的不冷 真的是不冷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泛泛的了 白金汉宫 他说完蛋烧掉了 第三次大战 应该是跟核武器有关 那我个人更把他愿 看狄基督的 就是狄基督的来临 狄基督的来临 是指今天普世的人 背离信仰 背离信仰之后 遭到了报应 我个人是从这个角度说 遭到了报应 你现在看看美国的左派的一切 我们经历故事的一切 什么叫狄基督 就是摧毁道德 你这么想 我觉得就对了 摧毁道德 就是狄基督的 那今天的普世 没有人谈道德 所以狄基督的来临 是指在 今天的人类社会中 整个反道德的力量 是普世的 是一种普世的概念 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 那这个是要遭到报应的 我以为这是遭到报应的 所以他提到说 反基督者很快会消亡的 战争持续了27年 他为什么讲战争持续了27年 不好说 我只能说不好说 你要战争27年的话 你现在算的话 那是19 1996年 这想不出来 我坦白跟你说 想不出来 但是他敌人不信者死了 被俘虏流放 有血 有人体 有红色血 那个冰雹 反基督者 是一个有血腥欲望的家伙 他潜伏在任何数量的 地球的政治家的谎言 跟领带之下 这个说法 我个人觉得就OK了 你看看今天的整个的 欧美社会的普世的 这些政治家们 包括大冲之 我们经历过的 从2020一直到2023 我们经历过的所有的故事 是这样 那美国的两党当中 包含了所有这些 所以他讲的很简单 敌基督反基督者 是个血腥欲望的家伙 那这就是包含了 整个这一类的当代经营 左派经营 那这是 这是讲魔鬼统治的世界 在真正完全显现在人的环境 教皇的驱魔人 真的我个人觉得 建议朋友们去看看 有些朋友说 说陶哥那是恐怖片 太可怕了 我看一点都不害怕 一点害怕感觉都没有 你为什么害怕 就是说 当你站在 我们正常普通人的角度 去看待他 你会 你根本不能接受那些 但是那个电影里头 有些内容 你比如说那个人被附体了 然后那个 驱魔人在跟他 这样一对一的 我跟大家讲过我个人遇到的故事 有朋友死之前 被附体了 跟他一对一 一样一样 其实一个人拥有神性的时候 对这东西一点都不害怕 没有害怕的概念 没有害怕 我坦白跟你说 没有害怕的概念 你知道他是生命真实的 他写的那部分 就是就是米开朗基罗的 大审判里的 人与妖精鬼怪兽同在 这个是一样的 人与妖精鬼怪兽同在 他就讲述了 米开朗基罗讲的 大审判的最后那一幕 今天显现出来 那如果人跟妖精鬼怪兽 在一起的话 你倒看到的这些山火城 这些都是辅助的 一种自然辅助的表达 战争不信者死亡 不信什么 其实没有信仰 对吧 死亡 俘虏 流放 他说反基督者可能是普京本人 太窄了 或者是马斯科 太窄了 这是人类今天认知的无能 这是今天的无能 这是今天的无能 我坦白跟你讲 当你举出具体人的时候 在这样的概念 人们普世的概念 丢到道德的时候 还在说是张三李四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是你自己 所以人到死 在这种背景之下 到死了被消灭了 被天一消灭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因为你是怪 因为这是怪臭肉了